欢迎收看苗娱乐 肖战带我见市面 肖战生日是一年一度 内娱独家开卷考 全民关注之下 数据再创新高 这次又是100分 肖战33岁的生日数据 真的太恐怖了 生日博在工作室的分流情况下 2分钟点赞破百万 26分钟点赞破1000万 12个小时50分钟 点赞数破2000万 去年创下的惊人记录 被全线刷新 另外不到10分钟的时间 肖战生日话题充施区第一高位 泰国趋势第一 越南趋势第一 甚至还上了美区 肉眼可见 这凌晨一过 全球的肖战粉丝 一瞬间都沸腾起来了 线上线下 国内外都是人人人 太吓人了 肖战粉丝到底有多少人啊 肖战粉丝猪打鸡卷 自己不留余地 有围观的他家粉丝说 看看人家这火粉量 看着我都羡慕 我家啥时候能有这么多人 还有的路人说 回关顶留一分钟顶留 带我见市面 肖战生日博 点赞长得飞快啊 这个称霸了 内宇五年的男人 依旧站在娱乐圈的 最顶峰傲视群雄 取而代之就是个笑话 这一年里 不管肖战取得了多少的成绩 总有人做小表哥说 那都是肖战家粉丝的 自娱自乐 但是是肖战生日的数据 大家却一直认为是干货 是衡量肖战 是否依旧巅峰的金标准之一 肖战的粉丝各路营销号 各家粉丝各路黑粉 没错 就是全内宇都在看这一时刻 网友总结说 三年大家前 是带着幸灾乐祸的看 两年前 是带着敬佩极度的看 一年前 是彻底放弃挣扎 顶礼膜拜的看 今年是走向神坛 还得膜拜的看 没错 在肖战叹为观止的数据面前 内宇已经被迫低头承认了 内宇很多年 都不会再出现此等器官了 肖战就是传奇的缔造者 肖战就是传奇本身 一个个冰冷数据背后 是一颗颗炽热如火的真心 肖战粉丝对肖战的爱 超越了普通明星 和粉丝之间的情感 更像是陌生的家人 忽悠肖战闯过一个又一个难关 他们和肖战相互奔赴 惺惺相惜 都是彼此最骄傲的存在 有这样的粉丝基础 肖战再一次取得 刷新记录的骇人数据 也并不奇怪了 肖战和他的粉丝 再一次用实力 书写了内宇的传奇故事